昨天晚上9點開始 約200名示威者 在一級方城市街頭派對的一端集合 同時另一個數百人的遊行隊伍 也朝派對的地點行進 最終這兩個遊行隊伍 分別在街道的兩端 將一級方城市的狂歡派對 夾在了中間 當晚共有數百人參加了狂歡活動 只有一行兼並兼的警察 將車迷們和示威隊伍分離開來 許多示威者偽裝成車迷 趁亂混入了狂歡派對 警方試圖將這些示威者找出 但終是徒勞 據媒體報導 有示威者朝警察投掷石塊 警方曾多次使用橡膠子彈 和胡椒水噴劑鎮壓騷亂 警方證實 昨天晚上共有12名示威者被逮捕 一級方城市國際車賽 是本國最大的年度旅遊活動之一 為當地帶來的經濟收入十分可觀 抗議學費上漲和78日法案的示威者 數週之前就表示要干擾這項大賽 雖然當局大大加強了安保措施 卻仍然未能阻止示威者們的干擾行動 WOW TV 張惠子報導